2024诺贝尔奖的名单陆续公布 两名美国学者因为发现了小分子的核糖核酸 在基因调控里面的作用 对于治疗癌症还有见动症的治疗都有帮助 因此这一次他们得到了诺贝尔深医奖 英国的博彩公司公布获奖者预测资料 文学奖大热门的人选榜首 是中国女性主义作家残血 而陪榜17次的日本知名小说家村上春树 则是预测第二 而和平奖很难预测 有学者预测和平奖可能这次发布出去 因为全球遍地风火 差点错过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话 美国麻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安布罗斯 与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鲁夫坤 共同获得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货医学奖 1993年这两位学者都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生 得奖的研究始于蛔虫 他们先在秀利银杆线虫发现最早的小分子核糖核酸 名为LIN4 可以阻止某些蛋白质产生 以为是这种虫独有 七年后鲁夫坤的团队发现 秀利银杆线虫体内有另一种microRNA 名为LET7 是哺乳动物体内也有的 一个小分子核糖核酸 通常可以调控数十个基因 谁是虫谁是人 哪批细胞会长成肌肉 哪批又变成神经细胞 这些microRNA仿佛造物者的手指 也是胚胎发育 细胞生理学和癌症医学等研究的重要基础 控制组织增生 心血管疾病与致癌基因等的药物与疗法 也都需要以micro mRNA活动为重要依据 不断拓展深化microRNA领域 另一位得奖者鲁福坤强调自己有无知的幸福和研究的热情 但也坦承自己21岁到24岁时很茫然 住在货车里又搭乘便宜交通工具到处旅行 直到在玻利维亚翻到一本科普杂志 科学人期刊 安布罗斯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曾无家可归 又被俘虏去为纳粹做奴工 直到朋友赞助移民美国 才能扭转家庭命运 如今全球新的难民数量依然日日增加 战火下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谁有资格领 另外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 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并要求以色列对加萨人道灾难负责任 也可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发布出来不必勉强 世界现在真的很不和平 过去诺贝尔奖得主从缺的情况 也发生过19次 1972年因为越战发生 就没有和平奖得主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 英国一家博弈公司发布预测 夺奖热门人选包括 中国女作家残雪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 最近备受踏伐的JK罗林也在列 75岁的村上春树 在国际间获奖无数 唯独诺贝尔文学奖 已经连续陪榜18年 TVBS新闻综合报导